大家好,我是莎拉,欢迎关注莎拉养花 今天来到了Loss,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六月份这里都上架了哪些漂亮的花卉 最吸引眼球的就是我们面前这些刚上架不久的马英丹了,也叫五色莓 远远的看去花色非常的鲜艳明亮 但是就算你凑近看,它的花形也依然很美,每一朵花都特别的精致 它的花形属于小巧圆润的类型 这个花的特色就是在花苞没有打开之前看起来粉粉的 会让人误以为它是粉色花,但是当花苞打开之后呢,呈现的是橘色 随着花期的进行,花朵会越来越圆润,橘色就会慢慢的转变为大红色 由于每一朵花开的时间不同,所以我们通常会在同一颗植株上 看到有粉色,橘色,大红色,各种不同颜色的花 马英丹算是比较喜洋的花卉,每天保证有六个小时以上的日照时间 会让它的开花效果更好,花色更加的鲜艳明亮 这个马英丹一盆是9.99,好像去年也是这个价位,没有涨价 这个是属于多年生的花卉,不过耐寒程度并不是很高 在纵久以上的地区才可以安全在室外过冬 所以在加拿大几乎都当作一年生的花卉 你也可以在秋季降温之后把它搬进室内,让它在室内安全过冬 春季可以再搬出室外 我们买花的时候尽量就挑选像这种刚上架不久的 像这样的植株一般活性比较高 买回家之后无论是换盆也好,还是地栽也好 不需要很长的时间缓苗 你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它在长大长高 但是如果不小心买到已经上架很久的 经过曝晒的或者长期缺水的一些植株 你会发现它的生长速度非常的缓慢 可能十天半个月过去了也不怎么见长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个是龙面花 这个花色也很特别 它的花一半是粉红色,一半是杏黄色 花色也是非常的明亮 这个花不但开花量大 而且它的花期也很长 它的花期会从每年的春季一直持续到秋季 它属于一年生的花卉 所以无论是在任何地区都可以栽种 这个花的英文名叫Nemathia 它一盆也是9.99 这个花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任何地区几乎都可以栽种 但是如果你住在天气比较炎热的地区 最好是给它选择午后有遮阴的位置 比如说有斑驳光照的一些树下 这样呢可以更有利于它开花 那如果你是住在气候较凉爽的地区 栽种的时候尽量给它选择全日照的位置 这样可以使它在春季快速长大 也可以保证它日后有一个足够大的开花量 这边看到的这些矮切牛已经开始打折了 它这个是一组是酒盆 各种不同的花色 这边的这个花原价是9.99 现在是25%off 这边的这些玫瑰花看起来有没有很眼熟啊 这个我们在5月份有拍视频介绍过 当时呢它还没有开花 虽然带了很多花苞 那今天过来几乎都已经开花了 而且呢这个花特别的大 远远看去跟勺药有点相似 主要它的花香非常的好闻 这个花一盆大约35刀算不上便宜 但是目前从它的开花效果和开花量来看 还是挺值这个价位的 还有它花盆的搭配 包括上面的一些支架 这个竹子做的支架还是很结实的 也可以重复使用 而且这个开花量这么大 无论是刮大风还是下大雨 你也不用担心它会倒伏 这个花就很适合一些 喜欢在阳台种花的花友 虽然这一波的花期快要过了 但是它的花形依然很美 花色也非常的温柔 如果有对这个花比较感兴趣的花友 可以翻看我半个月前的视频 里面有对它非常详细的介绍 老远就被我们面前的这一层粉色的花吸引了 这个花远远的看去 小清新中还带有一丝仙气 一阵微风吹过 每一朵花都显得非常的灵动 这是一款多年生的花卉 它可以在加拿大的绝大多数地区种植 这个花英文名叫Rondal Beer Town 它一盆是9.99 据我所了解的这个品种比较适合在Zone 3到Zone 9的地区种植 但是我刚才翻看它的吊牌 它的吊牌上写的是适合在Zone 5以上的地区种植 我们最好还是以吊牌为准 太喜欢这个花了 感觉它就是长在了我的审美上 这个花不但有粉色 它也有蓝色、紫色和淡蓝色 像这种管状花都很受蜂鸟的喜欢 所以很容易会为你的花园吸引来很多蜂鸟 在这里看到一个花形非常特别的品种 侧面看上去有点像天堂鸟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正面 这是一个淡紫色的花 但是花色还是挺有层次感的 这样的花形在生活中并不常见 感觉像是出现在仙霞剧里的一些仙草菱花之类的 这是一款多年生的花卉 它可以耐寒到零下40度 比较适合在Zone 3到Zone 9的地区种植 这个花一盆是9.99 它的英文名是Early Bird Purple Blue 在Loss的Garden里面有一个区域是专门卖多年生草本花卉的一些小苗 由于是小苗所以都没有开花 很容易会被人们所忽视 但是这里也经常会藏着一些惊喜 你会发现一些并不常见的一些品种藏在里面 这边这个区域是刚上架不久的一片红彤彤的大栗花 这个大栗花株形挺紧凑的 感觉像是不容易倒幅的那种品种 花色也很美 这个花花朵的颜色会从刚开花时的橘红色 慢慢的转变为大红色 每一朵花看上去都不一样 有些花看上去几乎是白色 也有些花看上去一半是白色的花瓣 一半又是红色的花瓣 这个大栗花一盆是10块4毛9 像这样的盆栽呢 到秋季的话很难收到它的根茎的 尤其是在Zone 4、Zone 3这样的地区 几乎收不到根茎 不过这个花真的是很美 很耐看的 越看感觉越好看 还是值得一试的 它的花期很长 可以一直开花开到霜冻日来临 但是一定要种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光照越充足开花量越大 在Garden的最里面呢 是一大片的福桑花 这里的福桑花有大红色和粉红色两个花色 刚上架不久的这些福桑花 看起来非常的新鲜 花色非常的鲜艳 叶片也很娇嫩 这个福桑花还没有到剩花期 虽然有个别的花已经开得很美了 但是大部分的花苞呢还在生长阶段 这些植株上面的花苞数量还是很惊人的 如果这些花苞全部打开之后呢 观赏性也是极高的 福桑花的耐寒程度不是很高 它在种酒 种食这样的地区才可以在室外安全过冬 我们在加拿大的花友可以选择在秋季天气转冷之后 把它就搬进室内来养护 它在室内也是很容易过冬的 只要给它充足的光照 它就可以生长得很好 在这边的叶片下面藏着一朵很美的花 它看起来有一种丝绸断面的质感 福桑花属于比较喜阳的植物 所以日常养护一定要多晒太阳 无论是在室外还是在室内 多晒太阳可以保证它有足够大的开花量 如果光照不足开花量就会减少 同时它的花朵尺寸也会变得更小一些 这个大盆的福桑花一盆是$38.99 感觉和往年的价位差不多 这个福桑花在室内养护也是非常容易的 我有一个朋友养了一颗这个福桑花养了好多年了 每年都开花开得很美 它几乎都一直放在室内没有搬出室外过 成功的秘诀就是一定要放在朝南的窗户边 如果放在朝北的窗户边就不是那么好痒了 可能很容易会出问题 那今天我们看花就先看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都会尽快回复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有用 请帮忙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